網址是...我不知道會不會太小 這邊... 可以放大嗎? 好像沒辦法放大 DreamStudio.ai 然後它下面有Beta 所以有要操作的朋友 如果已經好了手可以舉起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再等一下 然後我可以趁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要操作的話 可以散一下我的醜陋的成果 這是我第一開始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很想要做一個小王子在吃漢堡的圖 然後我就打了小王子 我還去搜尋小王子到底要怎麼拼 然後吃麥當勞 就生出了一張怪異的圖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失敗品 就是我必須跟大家說 在Stable Diffusion上面 就剛剛那個DreamStudio 它還是會有失敗率 你說的不夠清楚 它接收的狀態會有點糟糕 然後再來就是最失敗的是 我希望它旁邊躺一隻狐狸 然後它就鋪在地上 所以就是我一開始的嘗試 我覺得是體感蠻糟的 就是會生出一些我不想要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就才發現其實可以生出漂亮的東西 但其實我的咒語是一樣的 可是我用的是另外 就是它裡面其中一個model 叫Intenting 我猜它可能是比較多畫畫的東西 所以它生出來的就比較可愛一點 然後剛剛牧原講的那些外擴 就是再加一些圖的功能 就是可以看到從剛剛左上角這裡這一張 我在上面點了一個點 然後跟它說我要一顆地球 所以它就幫我加一顆地球上去 然後我就想說 好我希望它在地球月球表面吃麥當勞 所以我也可以大概在上面操作 就是我希望有地球表面的土跟星空 那這些就是可以用剛剛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加上去 所以如果大家已經開好了 你就可以在這邊先生成你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剛剛這一句 吃麥當勞 但我現在生 就是有可能會生出跟之前的結果不一樣 然後我剛剛講的那個是這邊的model 它會這邊自動幫你選一個 他們現在最 四出的新版本是V1.5的版本 然後我那時候選的是Intenting 1.0 它現在Intenting也出2.0 所以就是這個model你去選擇之後 就會生出不一樣的成果了 好緊張我都不知道會生出什麼來 好 就會像這樣 然後其實你就會覺得好像跟你自己 想要的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去生更多的 我可以再生一次 然後它有一些免費額度 那免費額度到之後 大概一次儲值10塊美金 就可以再有一些額度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話是我會繼續的跑 或者是說我把它改成我要它的burger 就是把它的字慢慢的加上去 就對我來說我覺得初學者開始用的時候比較像這樣 就是很 所以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一次一次去生 然後生到你要的 那假設我們現在生到一張 假設這張是我要的 我覺得Dream Studio這邊要說一下 我覺得它有個壞處是它生的圖 你如果沒有當下把它存下來 它就不會再出現 你沒辦法按上一步去把它扣回來 所以就是你要記得 如果你有覺得喜歡的 你就要先把它存下來 好 那假設我喜歡這一張 我就把它存下來 然後剛剛講說要加表面這個東西在這邊 你可以點它 然後它就是有點像是那個畫筆 我就把這邊塗掉 然後剛剛說我希望這個地板是 就是把它加上去 然後它就會幫我生看看它有沒有讀到我的 我希望做的事情 用這樣的方式去就是 等一下 再一次 然後 我第一次Live Demo好緊張 我都不知道它生出什麼 欸 好 它的功能好像改變了 跟我相信用的時候不太一樣 但總之就是之前是像我這邊塗掉的地方 它會幫我把它扶起來 Clear 好 我再研究一下 我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只是會失敗 那 就是 我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這邊做 然後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發現一下還蠻好笑的事情 因為我想要為我的活動做一張圖 所以 這邊是我現在的那個剛剛那樣圖 然後我如果要重生 我會把它Clear 就是把它清掉 它才不會一直照著我剛剛那張圖 一直去生新的東西出來 然後我就想要說我想要一個工作房 所以我就打了一個黑客森工作房 這是很簡單的 就是姿態簡單的 所以它一定會生出一些 比較簡單的圖片 然後你就會看到它生了一些這個東西 然後我在生的時候發現一件事 就是它好像有點性別刻板的印象 結果我打workshop跟黑森問頭男生 一個女生都沒有欸 然後我就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我猜可能是她在訓練她的資料庫的時候 其實也是就是會有一些特別關鍵值 然後我後來發現我要怎麼樣讓這個workshop出現女生呢 我要在前面加art 就是有一個藝術感在的時候 就是藝術的workshop的時候 比較會有女生出現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因為在stable diffusion 我覺得困難的點就是我要跟她說比較詳細的字 我才能生出我要的東西 那我自己是有一個參考的 有點像是字典的地方叫做Lessica 它是一個圖庫 然後這全部都是大家用stable diffusion生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很震驚 就是我覺得只能做出這麼醜的圖 可是大家為什麼可以做出這麼華麗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圖庫應該說作品庫的好處是 假設我今天喜歡這個圖 那我就可以點進去看她的字是什麼 就是她的prompt 她用了哪些字去形容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可以一個一個去拆解 譬如說她在講elegant 她在講highly detailed 讓這件事情變得更漂亮 然後可以去做出這些東西 但我必須說我即使全部複製這個 我丟進stable diffusion 她可能還會也不會是這個圖片 因為像剛剛不遠講的 有一些人她是用自己架的機器在自己的電腦 然後她有丟自己的訓練的資料進去 所以她的訓練組會讓她訓練出像這樣的女生 可是假設我用這個去丟 去丟的話可以看看結果是什麼 誒我用intending 我應該用1.5 她會生出這樣子的成果 其實如果你要說她漂亮 她其實也是某一種漂亮 但有沒有達到自己心裡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就像剛剛不遠講 你說是就是你說不是就不是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個人主觀的部分 然後另外我覺得我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還蠻有用的東西是這個stable diffusion 應該是官方出的一個prong book 就她會告訴你說要怎麼樣去下你要的關鍵字 譬如說你的表面要是什麼 你的情緒要是什麼 然後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藝術家的東西 像是我覺得這就蠻可愛的 看一下就是她會跟你說 你想要一隻狗然後是什麼樣子 她會出現就是要在天空上啊 然後你要就是有比較明亮的色彩 然後最後這裡還有一個可以看到 她的by studio e-blink 就是可能是她的那個風格來源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關鍵字去讓她 去做你要的成果 那就是這就是她剛剛一開始的 跟她如果加了比較多關鍵字之後 出現的狗就是不一樣的狗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這個部分 是可能就是像是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會有近景遠景然後模糊背影 或者是說你要用就是Canoe的鏡頭 還是Nicone的鏡頭 她都有非常多細緻的設定 可以去對圖片做設定 那這些就是剛剛說 你要達到很高程度的射程 就是深層的話可以做的東西 然後我在Charge GPT-3出的時候 就是這個是我先快速的帶到一下Charge GPT-3 就是這個是她的一個playwalk 就是廣場 然後我可以在這邊做 是不是我可以告訴她我要什麼東西 譬如說我想要生成一隻在天上飛的狗 好 好 然後因為她中文就也可以吃 所以我就都打中文 然後我就把這個丟去Stable Diffusion 好像很多支 好像很多支 對 對 就是她可以稍微去做出這樣的運用 然後我剛剛會說我想要教大家Me Journey 就是給大家看Me Journey 是因為Me Journey 它是Discord 就是它是這樣子的一個Discord的群組 然後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我覺得一開始有點不知道要從哪裡進去 因為她一開始的頁面長這樣我快嚇死了 我不知道我要按哪個牛 所以後來我就知道我要按那個Joyle Beta 然後她就會邀請你進那個Discord的群組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做Circle Slack 你用Discord應該也是蠻得心應手的 然後你進去之後她就有一大堆的群組 你就可以去Newbie的群組說你要生什麼東西 然後她生成的方式也是打Prom 可是她需要有一個斜線 然後用Image這個奏雲 然後把你的Prom剛剛那句話打在裡面 然後送出之後她就會慢慢送 這就是剛剛說緩慢的原因 因為她正在送她的這個 欸為什麼生錯的是人 所以就是你還是要檢查一下 你就是丟的東西跟她吃到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然為什麼會 喔這是別人的 等一下這是別人丟的 就是這個Newbie的地方會有很多人 所以這是別人剛剛丟的咒語 她想訓練的東西 那我生的在這裡 我正在排隊等待我的生出來 可以看到她是37% 然後我自己是因為不想跟別人混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開了一個 就我自己練習的地方 然後把機器人邀進來 所以我可以就是一樣在這邊做我的生成 然後這是我之前生成的成果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就是我只是打了一個Happy Girl with the Dog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看到亮哥的品質差距 就是這邊很簡單就可以生出還蠻不錯的作品 所以剛剛會說上演我覺得有點是這個 就是你用一用就會覺得 我好想來這裡生成看成果是什麼 因為這邊的我覺得它能夠讓你的成就感更高 好我們再回去剛剛那邊看我的圖 我真身的圖會是正常 然後但是你就會發現它沒有狗 所以可能是我的狗的權重不夠 因為通常我會把最重要的詞放在最前面 所以它這一張它可能吃到最重的是The Sky 所以它沒有吃到就是我最需要的其實是Dog 那這時候你就把它調整權重 就是把Dog放到最前面的時候 你可以生的東西就會比較多比較漂亮 那我這邊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成果 就是這是一個失敗的工作坊 就沒有女神 然後後來我加了Art Work 就是有作品的時候開始出寫 那Stable Diffusion我覺得它的人 就是在它的訓練裡面 就是我記得它講說可能三個人以上 就是圖就會怪怪的 所以就需要做比較多次的嘗試 才能做出比較漂亮 然後我自己在嘗試的時候 發現比起照片 圖片是比較好的 然後這是我找的一個日本的美術 就是美術家它的畫風 所以你去打的時候 就是會出現它的畫風出現的這個成果這樣子 然後藝術家列表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完全沒有美術天分的人 所以我就是維基百科問說 美術家列表它可能就會列出來 然後告訴我我可以怎麼去使用 然後我有發現 就是它其實說可以打中文 可是我打中文之後的結果 就是有點驚人 看起來就是蠻是 可能圖庫很多都是中國圖庫 所以就是看起來風格還蠻中式的 然後下面的話 是我開始練習就是放比較多 就句子長一點了 然後跟他說我需要什麼東西 就可以做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我從Lessica去找來的一個 就是有一個我覺得很漂亮的圖 然後我就照著它去改 然後我想像中我希望可以做出星雲結衣 但是就做不出來 但是它的背影 喂?好 它的背影就是這張裡面 我覺得就是這個系列 我生成蠻多張 我覺得最漂亮的 就是比較有意境的圖 這樣子 那就可以一個一個去看 就是我希望它是比較真實的風格 然後我希望它穿的是一個 可能就是肩膀有垂下來的一件衣服啊 什麼的 然後我希望它在泥霧森林裡面 是一張彩色的照片 然後光是從背後打過來 就是你可以下一些指令給它 讓它去做出你要的效果 然後就是我 因為我妹是昆蟲系的 所以她就跟我說 你可以生成一件昆蟲的東西嗎? 好,我就試著去生了 然後就 對,大家都看到結果 大概就這樣 然後這張是 就是唯一一個可能比較像蜜蜂的 這個就是我照著那個prong book prong book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 有一隻不知道是狗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就是在前面的時候 它有提到 這隻鴨子 就是你可以看這邊有個prong 我就搜尋了這個prong 我直接就是複製這個prong 然後我把它的duck改成b 所以就是 就是如果是用別人的來練習 我覺得一定是 就是別人有釋出的來練習 一定是最可以達到你要的 但我覺得我自己會想要練到的程度 可能是 我不要再生出這種 就是不夠語句清楚的東西 而是可以透過真正的關鍵字 去把對的東西生出來這樣 然後就還有 這是我用 誒 剛才我又跟他分享那個紙雕 那個應該是可能用打力 或者是 Mid Journey生的 然後如果用Stable Diffusion生出來 就會比較粗糙一點 然後這是一個喝醉的迪士尼公主 就是我在生的過程中 不知道為什麼他看起來越來越嘴了 所以就變這樣 然後我後來想要試著 就是做一些接拍的時候 就是會發現 他的五官其實是不太能靜嘆的 就是靜嘆的時候沒有這麼漂亮 所以我知道讓他就是戴眼鏡之類的 把眼睛遮住 但就看起來就很像真的 然後我覺得在練習 可能這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程中 我覺得對於這世界開始懷疑 就是看到每張照片都覺得 這照片真的還假的 就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這個是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跟肖像權有關的話 現在有可能生不出來 因為他有可能把人的臉擋掉 然後這個就是我在四者生 Tiler四者自拍照的時候 有成生的結果 那這邊就是我那時候 原本我們開這個 可能今天想要幫大家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的 就是我們想要拿社群的專案 來做一些配圖 那在Dex Factory的時候 我就下了一些 我覺得很髒的工廠 會有的字 譬如說在田中間 然後Dirty River 然後我用的那個 就是飯股的風格 所以就是還蠻明顯的 而且成果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你看如果下對關鍵字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他的成果就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有練習Colfax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還沒有抓到他的精髓 所以就沒有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自己也有練習這樣子 然後Me Journey就是我剛剛說可以做的練習 然後這個是Law的一個角色 叫吉英克斯 然後我是因為看了就是Netflix的奧術 我就覺得吉英克斯這個角色很 很有個性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想試試看 就是如果把它加入Cyberpunk的風格 會怎麼呈現 那下面這邊是Me Journey 所以可以看到那個美術的感受 完全不一樣 然後下面這張是我前面加了我自己的照片 就是Train就是 就是把我的臉跟吉英克斯的臉混在一起之後的成果 就是比較遠一點 看起來比較和藍一點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可能就是額頭跟鼻子很像我吧 因為就是飽滿 然後又有點反光的這個狀態 就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可以去 然後你可以去調比例 就是你自己的照片要多重 吉英克斯的照片要多重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出你想要的成果 然後這比重更重一點 就是更像我一點的話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不錯的是 就是在Me Journey的部分 可以做更多的練習 好 那我的就是分享到這邊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開始動手做 然後有遇到困難的話 就可以再找我一起練習這樣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嗎 有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的分享到這邊 然後就 我跟穆月一樣 就也會在會場裡面走一走 然後如果有問題 都可以找我 都可以找我 謝謝大家